认识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的症状 子宫颈癌患者常常是没有症状的 通常要到变成了轻化性的子宫颈癌时 症状才会显示出来 大部分最常见的症状是性交后出血 阴道不正常的出血 以及恶臭的阴道分泌物 子宫颈细胞异常增生和早期子宫颈癌 可借由子宫颈抹片检查和骨盆腔检查 但如果子宫颈癌侵犯到子宫颈颈的正常组织和骨盆腔壁的神经时 则会有做骨神经痛、下腹疼痛及因尿路阻塞 可能是肿瘤压迫输尿管而造成胜于积垂的现象 子宫颈癌造成的可能原因 1.性生活 最常见的人类乳突状病毒感染原因是不当的性生活 报告指出没有性生活的女性 通常几乎不会产生子宫颈癌 而越早有不当的性生活 往后便越容易产生子宫颈癌 而在性伴侣方面 女性若有两个以上的男性伴侣 其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更是有显著的增加 2.年龄 35到45岁是子宫颈癌的耗发年龄 3.性病感染 性病的感染通常代表性生活较复杂 相对的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也会较高 4.子宫颈发炎 若有长期子宫颈的损伤、破皮、弥烂、发炎 都可能转变为早期的子宫颈癌细胞 5.吸烟 抽烟会增加罹患子宫颈癌的机会 一为抽烟会减少身体免疫力 而使子宫颈癌细胞加速发展 另一为抽烟本身产生一些物质 有可能导致子宫颈癌细胞的发展 6.社会与种族 子宫颈癌本身与种族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一般通常认为 社会与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较易得到子宫颈癌 但其真正的因素应该是较早有性经验与经济收入 与社会地位本身并没有直接的相关联性 7.女性荷尔蒙 有些学者认为黄体素 女性的一种荷尔蒙会改变子宫颈上皮细胞的稳定性 而容易发生不正常的变化 有可能导致子宫颈癌细胞的发展 子宫颈癌如何预防 子宫颈癌的预防工作 手中子宫颈癌的妨碍抹片筛检 以及预防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 1.推广妇女朋友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2.劝导物太早有性生活 小于17岁 应避免太多的性伴侣 3.加强高危险群妇女的追踪与卫教 4.安全性行为使用保险套 5.及早接种子宫颈癌疫苗 结论 子宫颈癌预防的工作 明日不可轻忽 若有发现子宫颈癌症状产生 请尽早至相关医疗院所咨询 提早预防哦 明日不可轻忽